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 17号因为气囊存在着安全隐患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是连发三条丰田召回的公告 涉及到包括进口雷克萨斯IS ISC SC430 以及花冠EX 威驰汽车在内的 454017辆车 那么其中丰田汽车 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决定 自2019年的10月11日起 召回2006年6月6日 至2012年的9月12日 期间生产的部分进口的 雷克萨斯ISISC汽车 共计14807辆 召回范围内部分车辆的 副驾驶席的空气囊的 气体发生器在工作时 可能无法正常展开 存在着安全的隐患